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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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灭 Admin economy 二十二 这鸡是虎娃头的 你一队长道歉 你 一一家人了 小豆 刚才之所以没有给你分配任务 只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是是啥任务 走 里边说 林好汉 秀玉 以后别叫我好汉了 就叫我林无荐吧 那怎么行 还是叫你林大哥吧 行 想怎么叫都行 秀玉 你刚才怎么了 看上去有点不安哪 就是有点紧张 刚加入突击队 谢大哥就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 我真怕自己搞砸了 放心吧 这不还有我的吗 还好 您和我一组 要不然我心里真的没底 只可惜苏姑娘不在 是啊 也不知道苏姑娘去了哪里 别担心她 可能等她想明白了 就会回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 苏姑娘总是不肯相信我 秀玉姑娘 卢焦的脾气是有些古怪 请你不要怪她 自从你堂哥廖大哥牺牲以后 她就很难 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 我想是因为你和廖大哥的关系 刺激了她的某根神经吧 嗯 我明白 也许苏姑娘不想回忆过去的事情 每次看到我 她总会想起我堂哥 林大哥 你很喜欢苏姑娘是吧 没有 我们只是革命同志关系 嗯 别说这么多了 我们研究一下今晚的任务吧 嗯 啥 啥玩意儿 怎么了 害怕了 嗯 我梁梁小灯 虽然不像你们几位好汉那样赫赫有名 但江湖上人称我也是赛十千啊 只要是杀鬼子的事 我也不是什么贪生怕死之辈 只是我担心万一 小刀同志 你现在已经不是浪迹江湖的飞贼了 你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我们现在执行的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是人民对我们的嘱托 小刀同志 不能有万一 必须完成任务 哎 哎 哎 谢队长 这么说吧 我是怕我出点什么岔子 连累了大家 自私要怎么办呢 我们每一个突击队员 每一次执行任务 都是出生入死 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就是我们每一个突击队员 对你的信任 小刀同志 这次全靠你了 不然 小刀 你是刚加入起来的 百元他们对你不是很了解 如果我们的队员少了一个人 势必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而且你的轻功最好 所以这次任务非你莫属 记住 一定要在准确的时间完成任务 哎 准确时间完成任务 哎 准确 准确时间 我 不 不对啊 谢队长 我 我没有表啊 我怎么知道 是什么是准确时间啊 不是 你 你别看我呀 我那块表 早就还给陆盈川了 这 这真的 对 习 习惯了 要顺利完成任务 是 完成任务以后 我立 立马还给陆盈川 谢队长 你放心 这一次 梁小刀 无论刀山火海 在所不辞 我们每一个八路军战士 要说 保证完成任务 是 谢大长 我保证完成任务 不知道 他们有什么办法 帮我们弄出去 我想他们一定有办法 可是现在外面的日本人像蚂蚁一样 我们一走出去 就会被大成麻烦我 我可不想贸这个钱 这些人太疯狂了 你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就不去延安了吗 我们愿意帮助中国人民 心讨侵略者 但不意味着 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新英雄 请大家放心 我们一定会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 是啊 为了你们的安全 谢大哥精心的策划了一套方案呢 那就给我们讲讲你的方案吧 实在对不起啊 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你需要我们学清宫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能不能用 有一些人 不要再担心 听说灵妖已上了我们十几个人了 她不会到我们这里来吗 不会的 我们这里离大门太远 杀死我们也没用 不行 我还是害怕 要不 咱躲起来吧 混蛋 被板渊中所知道了 咱们死得更快 少废话 横树都是死 还不如女妖早点出现呢 把咱们都干掉算了 别误鸭嘴了 我们有几个士兵给女妖所杀 混蛋 师父 我过去看看 不用了 加紧巡逻 不要再给女妖可乘之计 我倒要看看他们耍什么轨迹 要不要调人过去 没有必要 女妖这么做好就是想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女妖这么做好就是想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要不要调人过去 就是想让我们去抓她 让他们的人看出我们的漏洞 趁机逃出去 命令所有士兵加强健备 坚守岗位 不能擅自离开 为此格杀勿论 林大哥 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正门的鬼子最多 还非要从正门突击呢 谢火没有告诉你吧 没有 他只是告诉我从正门突围 其他的什么都没说 哦 可能谢火觉得你是新加入的同志 经验不足 可能会把情况泄露出去 我告诉你 从正门突围是假的 假的 对 我们从正门突围 是为了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让其他人带着记者团从侧门出去 哦 原来是这样 告诉你 你千万不能走漏风声 这个领事馆人员结构太复杂了 万一让鬼子知道了 我们的计划很有可能会失败 你放心吧 我不会说出去的 好 我去看看其他人准备的怎么样 好 你准备一下 你去消灭了 有点解释 站住 现在全城戒备 不允许任何人出去 师父 果然在我的意料之中 八路军的计谋也不过如此 他们准备从侧门突围 那我们现在带人去侧门埋伏 不 纸条来源不明 不能轻易地相信 这纸条上写的是日语 你应该是灵子 送给我们的情报 这些总有了 这样没理解 他说 他也认为 这些人 这么做 我还得带人 在本城里 省与你 这里 你的 恭喜 你 还说 我们静观其变 即使他们从侧门突围 也不能轻易地突破我军的防线 到时候我们得到消息再过去 也不迟 还是师父想的周全 你们武士分成两队 分别驻守在正门和侧门 这样不管他们从哪里出来 都可以抵挡一段时间 还有 都要命令所有的战士 见到突击队立刻开枪格杀勿论 但是不要伤到那些记者 如果造成他们的性命伤罢 就会对帝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造成不良的后果 是 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出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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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放下放下 放下 放下 警长 想到 你先走 来 秀玉姑娘 动我保重 都别动 秀玉 走 走 走 林大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会日本到房 你以后 你不要买了 怎么办 我都不想 要不做 他 走 爹 走 孟营长 苏姑娘呢 苏姑娘通知我们之后 就自己走了 往手里里跑 走 快 这帮小鬼子 想想追追上你 刀也 再练十年吧 等刀也 找到你们的 配电视 都让你们变成睁眼儿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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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走 站住 都不要追了 他们就给我堵住 睁大眼睛 别让那几个记者给我溜掉 是 沙拉伯瓦小姐 我很遗憾 你的父亲朱可夫大元帅 是著名的军事家和谋略家 但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你真认为 那几个突击队员 能把你们救出去吗 把他们三个给我抓回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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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京和上海 你屡获成功 被誉为和帝国之花齐名的王牌间谍 一个月之前 你在华东战场上神秘失踪 原来 是被调到了这里 林子小姐 你没有想到吧 我们已经注意你很久了 既然你们早就知道 为什么不揭穿我 我早就想杀了你 这是谢大哥认为 把你留在我们身边 或许还有一定的作用 果然 今天我们就利用你 泄露了假情报给本源 让他重补我们的技 让我们成功地 救出了那三个外国记者 你们利用我 是啊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 你会在我们面前杀了邱元吗 你会把假情报 透露给本源吗 你以为你杀了邱元 就会获取我们的信任 简直是痴心妄想 其实那天 林子 是你吗 邱元正刚 你现在这个样子 还配做一名帝国的军官吗 还有 还有 那天我假装赌气出走 其实是谢大哥 让我出城去通风报信 号去叫援兵 我们理应外合 去救那几个外国记者 这一切 都是为了迷惑你 我跟如娇假装不合 只是为了减少 你对我的戒心 你们全都知道了 既然你们全都知道了 就只有意思 死 走 走 老子 老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者逃跑 告诉你们 我在城门口 早就埋伏了重兵 即使逃得出领事馆 也逃不出危害城 我把他们抓回来 再陪你们玩吧 别追到 走 你去城门口 掩护那些记者出城 这里交给我就好了 你小心点 放心吧 这里 监督 岂姑娘 你以为以你一人之力 就能胜得了我吗 胡卞 小废话 吓吓戏 吓死老子了 哎 快 小刀 小刀 童姑娘 天嫂 这人就交给你们了 那你呢 我留下 你们先走 我们一起走吧 对 我留下 拖拖住小鬼子 要不然我们都得玩来 不行 要走 一起走 你放心吧 童姑娘 我是赛十圈 我自自有妙妙计 那你要小心啊 放心吧 快快 快走 走 走 梁英雄 你是真正的英雄 快快快 快点 梁英雄 快走 快去 救命 好 走 我们就从这儿出去吗 当然不是 那我们怎么出去 你们在如意察馆这段时间 谢地长安排我想办法 找出城的通路 鬼子封锁很严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里 前面那条巷子后面 有一条小路能够出城 你们两个跟着他们 一直往西走 大约一公里处有个亭子 高副司令在那里接应你们 真的是辛苦你们了 你们快走吧 我来接应谢护他们 走 快走 快走 快 亂拍摄 クイミ 快走 散散 bas looks 不 丑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准备 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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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走 小刀 车 走 走 上 是 怎么 打不动了 来呀 原来堂堂苏如胶 也不过如此嘛 一路一路一路 有 一路一路 一路一路 准备 sti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 你还有脸叫我师父 师父 名字有重要任务在身 不便与您相认 请不要怪我 你为什么要杀死邱元 那件事情实属无奈 他差点暴露我的身份 那天形势危险 我一失手就杀了他 当真如此 土地不敢欺骗师父 你现在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我是关东军司令部 特高克 特派行动员 军行是中佐 这次我们的计划又失败了 师父 我们还有机会 三个记者都逃跑了 还有什么机会 师父 我早已经计划好下一步的行动 太好了 你们也出来了 是啊 记者团安全出城了吗 出去一会儿了 估计已经和高副司令会合了 好 那就好 谢虎他们还没出来 苏姑娘呢 也没有见到 秀 秀玉姑娘呢 小刀 秀玉是日本特务 秀玉是日本人 秀玉姑娘派来破坏我们的特务 为了行动顺利 就没有告诉你 不 不可能 小刀 以后再慢慢跟你解释 我去建议苏姑娘 不 不 姑娘 你必须得跟我说 说清楚了 小刀 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 必须要服从命令 你听我说 小刀 你留下等谢虎 我去找苏姑娘 孟医长 麻烦你转告谢虎 立刻出城 千万不要等我们 找到苏姑娘之后 我们自己会出城 知道了 对了 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哪 不是 你 你说 你不让我去找秀玉姑娘也就算了 还骗我说她是日本女特务 有这个必要吗 你跟上 入胶 入胶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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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都到齐了吗 哦 就差苏姑娘和林努健了 林兄弟找苏姑娘去了 那些记者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我已经派人把他们送回去了 谢同志祝贺你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只剩林兄弟和苏姑娘没有回来 不过放心吧 凭他们的武功应该没事 那就好 你们先跟我回根据地 我们侦察连的同志会想办法进城 打探二位好汉的消息 把他们接出来 哦 不了 还是我们迎接他们吧 我们之间比较了解 不 你们已经很辛苦了 你们成功地营救了记者团 是立了大功的 你们应该回去好好休息 放心吧 我们侦察连的同志 虽然没有你们武艺决定 但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 他们一定会安全无误地 把两位好汉接回来的 不是我们不相信侦察连的同志 只是 你放心吧 还是我们在这儿接吧 好 那就这样吧 你们先留下 我尽快回去安排人 把记者团送回延安 同时立廷向东走五里 有个五里镇 那里有个当铺 你们到了那里 向他们亮明身份 他们一定会帮你们到城里 打探消息的 是 田俊华 到 我命令 你和你的游击队员留下来 配合谢虎同志工作 负责他们的日常守卫工作 是 报告 陈寻师 请说 还是让田队长回去休整吧 即使日子他们很辛苦 我不累 我愿意和图鸡队在一起 那好 就这么定了 是 这边 好 不叫 这位先生 这姑娘伤势太重了 本人医术无济 恐怕救不活她呀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什么 不行 我告诉你 今天你必须把她救活 必须把她救活 你听到没有 小眼里 战火映出你的身影 是你 让我生命决心 在一起 欢南与共感丹相依 是你 和我互动真情 风雨中 我们顶天立地笑 看谁是英雄 黑夜里 温暖感动 我们等待黎明 我们一起走向光明彼岸 有学的代价心感情愿 我们渴望胜利的黎明 将所有都付出给明天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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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走向光明彼岸 我们一起走向光明彼岸 用学的代价心感情愿 我们一起走向光明彼岸 我们渴望胜利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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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long Zhiv